第六七一章 公爵与父亲 这个混账女儿 北京公爵卡尔文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 想要摔在地上 挥到一半又停了下来 这个杯子是用上好的水晶玻璃制成 差不多值两到三枚金龙 他实在有点舍不得 想了半天 还是慢慢收回了手 将杯子放回原位 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让他心中更郁闷了 伊蒂斯写来的信就平摊在桌子上 他怎么都没想到 陛下居然会直接收回所有贵族的分封权利 更想不到的是 平时总能替他占到便宜的女儿 居然一口印下了陛下的条件 还劝自己认清情况 不要负于顽抗 瞧瞧这用词 说得他好像是犯人一样 公爵恨恨地想 这是女儿把胳膊肘往外拐了吗 大人 发生了什么事吗 门外的亲卫大概是听到响动 探头问道 滚 我要来烦我 舍不得对杯子出气 卡尔文立刻把怒火发泄到了亲卫身上 门很快被关上 他气吁吁地喘了半天 才将目光重新移回信纸上 如果追随国王陛下 自己就不会再是北地的主人 至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说一不二 刚把霍斯加和利斯塔加解决干净 总算能享受下执掌全境的感觉 没想到 很快又要回到原点 不对 应该是比原点还要后退一截 那不追随陛下呢 性质上说得很清楚 那样 我和克尔就完了 他将被永远囚禁在监牢里 如同莱恩公爵的继承人一样 而我的下场只会更糟糕 你觉得曾经的四王子 会如何对待一位无法反抗的公爵之女 我随便想想都能举出不下百种令男人兴奋不已的羞辱方式 当他完腻了 我就会被丢入地牢或军营 您的北地珍珠将就此蒙尘 不过千万不要担心我 因为您也好不到哪里去 父亲 他的大军很快会濒临城下 我敢打赌您的风尘和骑士们连半天都撑不住 到时候别说公爵了 连普通平民都做不成 怎么样 您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熟悉的语气 卡尔文甚至能想象出 伊蒂斯在写这封信时冷笑的神情 每当谈及失败时 他总会以无比冷静的语气描续自己的下场 好像时刻都在等待着这天似的 只要女儿开口往这方面引 他就很难再招架得住 明明是种威胁 卡尔文却一直提不起呵斥的进来 再怎么说 伊蒂斯 康德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 也是他与守卫夫人唯一的结晶 尽管他的语气颇为夸张 但确实无法否认存在这个可能 而四王子的风评 他也常有耳闻 想到这脸 公爵渐平静下来 不过话说回来 真的有他说的那般神奇吗 三章性质里 女儿足足用了一整页 来描续他在边垂镇 不对 吴东城的所见所闻 比罗兰陛下还多出一倍 他称他们拥有超乎想象的力量 能够轻易做到普通人无法实现的事情 只要投靠新国王 北帝就能引进这些 可以为领地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黑铁巨兽 看得出来 伊蒂斯十分看重这玩意 最后 他还建议他向陛下发出一封正式的诗约文书 以表示北境的臣服之意 市政厅的规章和行政方法 免得到时候对新兴制度一无所知 另外 我希望您能明确无误的只是科尔留在吴东城 而不是一时心软地让他回来 那样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可以的话 等兰斯成年后也把他送过来 绝未无法继承的情况下 只有适应陛下新政的人 才能使康德家族不断延续 您的女儿 伊蒂斯 卡尔文长叹了口气 将信纸收好 铺开一张新的白纸 既然伊蒂斯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也只好相信他的打算 好好给陛下写一封信 向新王都效忠 但是身为一名公爵 他必须得以自己的方式 做出最后的努力 如果能把两家的利益 紧紧绑在一起 卡尔文无疑会安心许多 比如 让女儿成为王后 吴东城边陲区 赤水河旁 太阳正在一点点落入山脉之间 透过山岭的余灰 将河面染成了灿烂的金色 驴驴吹烟从窝棚前升起 若有若无的粥香 已经让蛇牙流起了口水 靠得近了 他甚至闻到了一丝肉香 我在这儿 刚走进营区 胡找就看到了他 快过来 蛇牙快步行至他身边 怎么 今天有肉 是啊 你回来得太晚 错过了通知 这是领主大人的赏赐 蛇牙揉了揉 有些酸麻的肩膀 赏赐什么 你那边的住宅区 离完工还早得很吧 是王国大道完工了 周围有人凑过来 嚷嚷道 边陲区和长歌区 终于连在了一起 听他们说 原本需要三天的路程 现在骑马的话 只要一天就能抵达 原来如此 蛇牙点点头 每当一向大工程完工 他们就能喝上一碗肉粥 像广场上宣传的那样 来到边陲区两个月时间 建筑队没有少过 发过一份食物 也没有克扣过任何 薪酬 现在他手中 已经积攒了14枚银浪 等到这个月结束 还能再多7枚 若能凑出一枚金龙 他就可以在市政厅 领取一间房屋 从而成为 吴东城的正式 居民 不再是无名无姓的老鼠 不过想要真正买下那间房屋 他至少还得工作20年 当然 蛇牙有信心在之后 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 例如如窑窑工人 或者是器柱工 一切似乎真的 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唯一遗憾的是 他仍没有见到白纸 等下领到肉粥后 记得吃快点 胡爪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不然就抢不到好位置了 什么 位置 蛇牙迷惑道 为了庆祝王国大道建成 今晚广场有新戏剧上演 听说叫爱情之城 昔静之心也会登场 天哪 我简直等不及了 你找其他人去吧 他兴致缺缺 我觉得有些累 今天不想动弹了 是吗 但今天可是首演 胡找神秘的一笑 本地人都知道 新花剧团首演的时候 领主大人也会带着女巫出现 说不定你可以见到白纸哦 第0572章 赞颂区 带两人来到广场时 此地是人山人海 这绝对不是夸张 蛇牙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 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即使是长歌要塞 发放救济口粮时 也没有如此惊人的声势 他大致估算了下 前来观看演出的人数 很可能超过了5000 广场也变得和最初来时不同了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 这已经是第三次改建 偌大的平地 变成了层层下线的巨腕 听说叫什么阶梯式广场 按理说 规模这般浩大的工程 没有一两年很难做到 但他似乎半个月内就休息好了 谁也没见过那些 本该挖出来的土都去了哪里 如此一来 大家观看演出时 都能坐在石阶上 而不必站到双腿发麻 事业也好了很多 只要能抢到一块空地就行 至于那些来晚了的人 依然只能围在广场周围 点起脚尖看得大概 还好 还好 胡找挤进最后一排时间 用力顶出两个人的位置 总算赶上了 蛇牙无紧胸口 小心翼翼挨着朋友坐下 胸口的布包里 存着他两个月来的全部积蓄 在人及人的情况下 必须得提高警觉 若是在长哥 这样的场景 无疑是属于老鼠的狂欢 边垂区 虽然没见过老鼠存在 但依然要提防暂时转业的同类 当最后一丝晚霞被夜幕遮盖 广场上只剩下几只燃烧的火把 整个巨台一片漆黑 而迟迟没有见到 谁来升起篝火 蛇牙注意到 广场中央连木柴堆都没有准备 这让他不禁觉得有些奇怪 没有火光要怎么表演 忽然 一处明亮的光芒 在台上绽放开来 有些谎言 但很快 蛇牙就适应了 他不带一丝杂色的柔和 接着是第二醋 第三醋 巨台一点点被点亮 现场的惊叹声也一阵高过一阵 如同掀起了阵阵波涛 这是工厂的灯光 哦 天哪 不夜灯 他们把不夜灯搬到这里来了 传说中 蕴藏天上雷霆的神奇照明物 光是囚禁电光的水晶玻璃罩 就价值不菲 蛇牙也只在偶尔 路过工业区时 看过几眼 什么不夜灯 那叫电灯 周围有人不屑道 他消耗的是电 是女巫造的机器产生的 本来陛下打算把这东西 装进每个小区 但那位女巫小姐的能力 似乎还没法支撑这么大的消耗 所以 目前只有工厂在使用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胡找好奇道 你们还不是吴东城正式居民吧 那人耸耸肩 市政厅做过几次用电宣传 告诉我们如何正确使用电灯 要知道 它跟火焰一样 接触不当 是会酿成大祸的 不是雷霆 呃 两者差不多吧 你管那么多干嘛 等到成为陛下的领名 上完初等教育课 你自然就明白了 有没有方法快速成为正式领名 初等教育课 又是什么 蛇牙还想 再多问几句时 人群忽然爆发出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胡找一把将它抓了起来 新花剧团登场了 梅衣女士 梅衣女士 爱玲小姐 盖特先生 人们纷纷喊出剧团 成员的名字 现场气氛 顿时达到了顶点 望着这样的场面 蛇牙陡然涌起了 无限的羡慕之情 她也想象他们那般 成为人们眼中的焦点 被众人热情呼喊着 名字 他们既不是贵族 也不是闲者 离她并非遥不可及 等到呼声绍兮 戏剧便开始了 蛇牙还是第一次 观看新雨花的演出 原以为自己不会对贵族所喜爱的 高雅活动产生多少兴趣 但随着音乐响起 她不知不觉地 投入到了剧台上的故事之中 故事的主角并不是贵族 而是跟她一样的普通人 有自由民 留民 甚至还有一位老鼠 他们有些 怀着期望和梦想 有些迫于生活的无奈 不约而同 来到新之城 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市中 这些一无所有者 产生了交集 他们互相帮助 向对方倾诉心中的想法 从离乡苦楚 到迷茫 再从迷茫到振作 慢慢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偌大的广场上 除了演员的述说 再也听不到一点杂音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仿佛和台上的角色 连成了一体 最后 他们终于在新之城定居下来 并有了安稳的生活 昔日那些携手共进的他乡人 则成为了朋友和爱人 当婉转而动人的躯跃 回荡在广场上空时 蛇牙感到心里 有一块东西被触动了 他装作柔眼的动作 这当眼眶中滚动的泪水 却发现 胡爪已经哭得一塌糊涂 虽然在流泪 看起来 却并不显悲伤 不只是他 周围的人 竟然都是如此 直到戏剧结束 都没人起立欢呼 仿佛依然沉浸在这 感人之深的故事之中 即使不说 大家也都清楚 这座新之城 就是纸无东城 老鼠 也能得到这样的感情吗 而此时 从巨台木板后 走出了一名异族女子 她有着高挑的身材 和一头奇妖的蓝灰色长发 身上的洁白晚礼服 在灯光下 闪烁着点点荧光 如同从画里 走出的人物一般 然后她开口歌唱起来 和之前的乐声截然不同 她的歌词 铿锵有力 赞颂着劳动者的伟大与光荣 完全不像是女子的唱法 歌声 充满了振奋人心的力量 蛇牙仿佛看到广场远处 那一栋栋住宅中 都有着自己流下的汗水 而投身于此的一厢人 都值得被众人铭记 戏剧带来的冲击 直到此刻才完全释放出来 人们激动得不能自已 用最大的力气鼓掌呐喊 并且在歌声的哄托下 这份激昂的情绪 陡然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他们都是陛下的子民 是光荣的劳动者 同样也是吴东城的缔造者 退场时 陛下和女巫们 从广场一侧的临时高台离开 蛇牙睁大了眼睛 却没能在晃动的人群中 找到白纸的身影 但他并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失落 歌声仍然环绕在他耳边 心中感到被一种精神填满 他坚信 他们迟早会再见 就像那些一箱一刻一般 在这座新之城 第0573章 坠龙岭之战 哄 当火光从152型箭炮炮口钻出时 铁斧赶到脚下的钢铁战剑 都微微一颤 熟悉之后 远处的城墙上抱起一团烟尘 沉闷的轰击升过了好一阵子 才传来 等烟尘散尽 他举起瞭望镜 看去 发现低矮的石墙上 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纹 和攻打王都不同 坠龙岭地处王国中南部 很少遭遇外地 袭击 城墙也十分低矮 尚不及长歌要塞的一半 墙头 仅允许单人通过 无法架设投尸机等大型防御设施 因此 炮兵部队已经将野战炮 展开在离城墙500米外的空地上 考虑到先锋赢数百人的入城效率 铁府决定 在城墙上打开三个缺口后 再同时行动 任何敢在缺口后聚起起来 试图防守的敌人 都会遭到12磅炮的无情打击 如今城门和北段城墙已经凿穿 只等打通最后一个入口 他就会发出总攻的命令 如果女巫能随军行动 就好了 铁府颇为遗憾地 想 这些珍贵的炮弹 用在对付石头上 仍有些可惜 若是叶英大人在这里 只需三包炸药 就能把整段城墙都送上天 毕竟敌人的防御力量 比起王都实在差得太远 这种观念的转变 连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要知道在半年前 他还坚持认为 军队该独立完成陛下交代的任务 但自从和女巫联盟协力攻克王都后 他忽然觉得 军队里能有女巫作为眼睛 或突袭部队 才是最完美的状态 大人 瞭望杆上的士兵大喊道 城门方向有动静 他们似乎在集结马匹 铁府一动瞭望镜 朝早已残破不堪的城门望去 受视角所限 他只能看到墙后 隐隐扬起些尘土 需要调整剑炮 向那里开火吗 凡那问 不必 想要让炮弹落在那个地方 至少得多浪费两三发 他摇了摇头 既然是马匹的话 我想他们应该是想 组织骑士来搏一把 用冲锋来打开野战炮的封锁线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倒是您 铁府转头望向斯佩尔伯爵 这场冲锋后 您领地里的骑士 恐怕不会剩下多少 既然决定站到我弟弟一边 这些人就已经不再算是我的骑士了 他平静地回道 让他们为背叛付出代价吧 我明白了 铁府停顿片刻 您想好怎么处置雷德温 怕稀了吗 在昨天 他刚接到一封来自市政厅的密信 要求除了斯佩尔的亲人 其余叛乱贵族 一概押往吴东城 抵抗者可以就地处死 而他们的领地 则由第一军封锁 等待市政厅统计官员 抵达后再进行搜刮 按这架势 贵族们的下场 大概全是矿洞劳易 现在要塞区的几处矿产 正愁没人开采呢 把家属 亲信和仆从都算上的话 怎么也得有好几百人 吴东城又能收获不少铁矿了 至于罪魁祸首雷德温 帕西 信里要求 把他交给伯爵自己处理 斯帕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犹豫之色 显然还未做出决定 铁府在心里叹了口气 如果是他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砍下对方的脑袋 没有什么比背叛之举 更令人无法原谅 他们来了 瞭望员忽然高声道 他将这些琐事抛到一边 举起瞭望镜继续注视战场 正如之前预料的那样 一对骑士冲出城门 直朝外围的炮兵阵地而来 然后密密麻麻的枪声 回响在旷野与林间 阵地前方飘起了朵朵白烟 二十多名骑士 连同他们的护丛 还未冲出百米 就陆续栽倒在潮湿的泥地里 如果说 莱安公爵率军进犯边垂阵时 骑士团集军冲锋 还能对第一军造成些许威胁 到现在这些铁乌龟 几乎就是毫无还手之力的火把子 野战炮 甚至连线弹都不用换天 单靠转轮步枪 和两挺重击枪 就把敌人牢牢按死在冲锋的路上 随着箭炮又一轮射击 单薄的城墙终于垮塌 铁斧下令拉响弃敌 发动总攻 先锋营的士兵从阵线中涌出 分成三队奔向三处缺口 收复坠龙岭的夺城战正式打响 一个时辰后 城堡和教堂就落入了第一军之手 敌人早已被轰鸣不断的武器吓破了胆 根本没有组织什么有力的抵抗 或者说 那批出城门后瞬间覆灭的骑士 就已经是雷德温能拿得出的全部人手 而教会压根没有出现 教堂里的物资都被稀署搬空 祭司罗萨德也下落不明 坠龙岭并没有密到或是隐藏的侧门 背靠山岭的城市几乎无路可逃 士兵们在城堡顶层将夺权者堵了个阵阵 铁斧下令拖走了那些跪地求饶的大臣 接着让士兵离开寝宫 只留下伯爵的弟弟和斯佩尔伯爵两人 当然 雷德温被牢牢绑在椅子上 无法再对女伯爵造成任何威胁 我不明白 斯佩尔沉默许久才开口道 成为领主对你而言有什么好处吗 你和三弟既不懂管理政务 对贸易又一窍不通 就算坐上这个位子 也不过是把手中的权利交给其他封臣 难道你觉得 我对你还不如这些外人吗 你是女巫 魔鬼的爪牙 雷德温耿着脖子嚷道 父亲看错你了 你欺骗了他 但我仍然是你的姐姐 你不是 他咬牙道 你只是父亲收养来的杂种 是 你也不是我的弟弟 没错 我才是家族的真正继承者 坠龙岭伯爵 快放开我 我要求得到符合贵族身份的对待 斯佩尔跌跌撞撞地走出井宫 铁府连忙扶住了他 您还好吧 我没事 他深深吸了口气 把我的 不 将雷德温帕西亚往吴东城吧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我想 矿山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 如您所愿 铁府点头映道 第0574章 教育扩大化 夏天在一场大雨中 到来 密集的雨水 飘落在玻璃窗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窗外的景色 变得模糊不清 只能通过颜色的轮廓来分辨城镇与远处的群山 罗兰 站在落地窗前 遥望雨幕下朦胧的城市 耳边 依然飘荡着 爱情之城的歌声 他没想到三天前的戏剧首演 搭配上回音的能力后 效果会如此惊人 演出结束的瞬间 全场一片寂静 观众们热泪盈眶 罗兰远以为这样的场景 只会出现在后世高档的歌剧院中 哪怕稍微草根一点的电影院 都不会产生如此效果 更别提一群身处落后时代的普通民众啊 就连饱受各种催人泪下 镜头轰炸的他 都感受到了来自心底的振战 这就是共鸣之歌的力量 罗兰当然知道 能鼓舞人心的歌声意味着什么 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 机器不会疲惫 但人会 哪怕枪炮和弹药能不断运往战场 人也会被看不见 镜头的生存压力所压倒 特别是在局势不利和伤亡惨重时 这种情绪极容易无限放大 最终导致军队丧失取胜的斗志 历史上曾想出过许多法子 来提高队伍的士气 例如 尽可能让士兵吃上热食 空头兵机灵 安插政委和随军牧师等等 可这些对于罗兰来说 要求都太高了点 前者非常考验后勤补给能力 后者则很难在短时间内 培养出一批信念坚定 又善于鼓动他人的骨干分子 而回音的能力 让他看到了提升气势的快捷 途径 虽然说起来有些荒诞 但培养成偶像 确实要比其他方法来得更加可靠 正想着 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敲响 巴罗夫走了进来 陛下 近日的购房统计出来了 结果如何 和您预料的那样 他兴奋地将一张列表 摊开在红木桌上 自从新戏剧上演后 前往市政厅申请租借 购买住房的人数 有了大幅增长 连带着婚姻登记也上涨了不少 是吗 罗兰回到桌边 查看巴罗夫的统计数据 爱情之城 并非无地放始的娱乐之作 除了宣扬劳动光荣 和建设伟大外 他包含的另一观点 便是将婚姻和安稳的居所挂起钩来 与其放任外来者 慢慢产生归属感 以及让本地人通过日常接触 一点点接纳这些异乡来客 不如由他来划分一个简单的标准 以促进各地流民的融合 这个标准就是房子 有房子 就是自己人 看起来十分粗暴 在非常时期 却能节约大量的磨合时间 若要获得人们的认同 想要收获自己的家庭 就得有一座住所 一旦外来者有了横产 他们便会自觉地维护此地的一切 当然 这些理念 不太适合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放进戏剧里 通过故事娓娓道出 才更能深入人心 就像是钻石 一颗永流传的经典广告词 将它推到了宝石之王 结婚必备的位置上 让人完全忽略了 它既不稀有 又不贵重的本质 房子 至少还有着极高的实用价值 为此 目标不能定得太遥远 让人觉得遥不可及 一枚金龙即可申请租借房屋 以后 只需每年再 支付一枚金龙作为租金即可 当缴纳租金等同于房屋售价时 屋子则自动归于租借者所有 当然 这个目标又不能太过容易实现 哪怕是最便宜的单间 也需要20枚金龙 意味着杂工 临时工等工种 需要20多年才能买下一间 而这种屋子连15平米都不到 只能摆下一张床 一个餐桌和一个厕所 放到 后市绝对会被扣上黑心地产商的称号 总而言之 根据巴罗夫的统计 爱情之城的宣传明显是成功的 绝大部分租借申请 都来自前几批抵达边陲区的 刘明和农母 提出购房要求的 则大多是薪酬较高的工匠 和之前便携带了财产的 落魄贵族 等到他们在此地居住下来 也会永远成为吴东城的一部分 所以罗兰连下一部新戏剧的内容都想好了 主题便是结婚奋斗买大房子 干得不错 他卷起列表 递给巴罗夫 还有最近招揽流明仪式 也要继续扩大规模 充足的人口 是吴东城发展的保障 其他任务都可以暂时为他让道 是 陛下 总管笑得翘起了胡子 对了 去把书卷叫来 我有事要向他交代 陛下 您找我 穿着白衣黑裙 一身干练的书卷 走进办公室 我想要扩大教育范围 把那些刚到吴东城的流明 也纳入其中 罗兰为他倒了杯茶 如果只针对正式居民 他们至少 要等到一年后 才能接受初等教育 这在目前 恐怕难以办到 书卷思索片刻后 直言道 他们人数太多 现有的教师顾不上来 教室也不够用 若按您说的实施 教育部至少得扩充 两三倍人手 我有一个方法 可以减少教师的压力 罗兰顿了顿 让他们自学 自学 没错 一周进行一次公开课 只教最基础的读写 其余时间通过会有图案 和读音的册子 让他们自己练习 没有成绩测试 也不做强制要求 全凭自觉 这 他下意识捋了捋 被雨水打湿的头发 可能起不到什么效果 陛下 无人督促的话 十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能学会 就算不错的了 多半的督行 罗兰笑道 我只是想给他们 一个机会而已 总会有些人 不会满足于 乏味低薪的工作 渴望能更快达成目标 为了避免这类人 走上其路 就必须指引他们 以正确的方式 来实现自我提升 在今后的招募中 要求十字的工作比例 会越来越高 薪酬也比杂工要 多出一大减 若想尽快获得 稳定居所 摆脱贫穷劳累的生活 自学读写 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通过这个方法 也能让那些上进者 早日加入到 城市的建设中来 保持一个 新政权应有的活力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断绝 底层向上晋升的道路 罗兰对此深以为然 第0575章 温蒂的期望 温蒂一觉醒来 发现下了一整晚的大雨 终于停歇 她打着哈欠翻身下床 推开窗子 混合着泥土芬芳的空气 涌入屋内 经过雨水冲刷的花园 显得绿意盎然 离窗户较近的橄榄叶上 还能看到滴答落下的水珠 柔和的晨曦 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折射出点点光芒 又是新的一天 她穿戴好胸衣和外套 回到床边 拍了拍叶英的脸颊 该起床了 叶英发出一声模糊的鼻音 将脸扭进了枕头里 只有这种时候 她才不会逆藏于迷雾之中 并且毫无防备地 暴露在自己面前 温蒂微笑着摇摇头 那我先去吃早餐咯 叶英的耳朵抖动了两下 看起来像是无意识地颤抖 但温蒂知道对方已经听到了 轻手轻脚地关上房门 她先去浴室洗漱了番 再前往大厅享用早餐 厨师总是起得很早 在天还未亮前 就准备好了所有人的食物 炉子里的柴火会烧上很久 所以也不用担心 餐点会半途冷却 想要吃什么 直接拿着碗和勺子 去厨房取用就好 陛下说这叫自助式 似乎是一种很常见的用餐方式 可对她而言 这样的生活 简直可以称得上奢侈 在共住会时 温蒂从未想过 有一天能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食物永远是紧缺状态 至于味道 就更不用讲究了 而在这里 早点的种类就有三四样 白粥 和煎鸡蛋是最为常见的食品 哪怕已经在城堡生活一年多了 每次用餐时 她仍能感到浓浓的幸福感 和满足之情 还有 对待给女巫们这一切 让姐妹们可以自由生活之人的感激 Wendy端着碗来到餐厅时 厅中空无一人 长桌上摆着几副已经用过的餐具 显然她不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女巫联盟 从没有规定过每天起床的时间 因此 大家也是陆陆续续地前来享受早餐 向闪电和卖范 总是最早离开城堡 而她算是夹在中间的那一体 最晚的自然是叶英 原因就在于 陛下十分喜爱睡懒觉 没有大事实 基本要到太阳升至半空中时 才会起来处理 阵悟 而叶英也被传染了这个毛病 明明以前 她是共住会最谨慎敏锐的一位 稍有点风吹草动 就会引起她的警觉 但意外的 Wendy却觉得这并不算件坏事 吃完早餐 她来到女巫大楼一层 这里 已经被改造成了女巫联盟的办公场所 刚进大楼 林立刻迎了上来 Wendy姐姐 你来了 Wendy大人 您好 早上好 大人 另外 两名从市政厅招来的年轻女子 躬身道 她们都毕业自卡尔 范伯特最初创办的学院 和安娜 娜娜瓦算是半个同学 对女巫几乎没有偏见 年纪大点的叫珍珠 年纪小的叫灰兔 加上露西亚的妹妹林 三人就组成了 联盟办公室的第一批办事员 当然 由于林还未满十四岁 所以职务前面 还得加上赞带 两字 反正这里的活 也很轻松 就当作是一种 特殊的学习好了 有了她们的协助 女巫联盟 总算步入了正规 早上好 Wendy点点头 坐到办公桌前 第一册 女巫日记的 销售情况怎么样 手欢迎极了 珍珠笑着回道 大家都对边锤镇小天使的故事 充满兴趣 特别是第一军士兵 几乎每天 都有人来购买 最近一周差不多 卖出去六十多本 照这样下去 最初绘制的一千本 再过半个月 就能全部卖光 听到这个结果 Wendy也略感意外 毕竟 女巫日记 作为纯粹的娱乐书籍 既不能填饱肚子 也无法帮助到学业 定价还颇为不菲 居然能卖得这么好 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主意最开始来自陛下 作为曲折感人的 戏剧三部曲 女巫日记 获得了吴东城领明 广泛的好评 于是陛下决定 按照戏剧里的模式 将女巫生平故事 以图画的形式 回出 再投放到 便民市场的 精品屋中 贩卖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回故事里的主角 换成了联盟中的女巫 而且图色不单 有精美的配图 还有设计好的对白 看上去 简直像是 画在纸上的戏剧一般 而第一则的主角 便是娜娜瓦 派恩小姐 这个15岁的小姑娘 在边陲阵时 就已经名声大噪 可以治愈他人伤痛的能力 具有天生的亲和力 没有人会讨厌 女巫日记 如一军的口耳相传 不此受欢迎 温帝不由得大受鼓舞 她迫不及待地摊开纸笔 开始构思下一部画册的内容 您已经想好 接下来的故事了 林浩奇地问 嗯 陛下说过了 下一本画册 就以回音为主角 温帝笑道 来自狂杀与地火的吉南静 一族的银月公主 你觉得这个标题怎么样 好 好厉害 小姑娘扎舌道 等陛下收复南静 你也可以去公主的故乡 看看广袤无边的沙漠 是什么样子的 好呀 这便是她的工作 女巫日记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回音已和新花剧团 打成一片 身临其境的音乐 让演员们都赞不绝口 依附林在圣山旅店边 开了煎酒馆 主要提供口味独特的 混合白酒 听说 蜂鸟也会加入市政厅 成为建设部的副部长 一时在书卷之后 第二位成为市政厅官员的女巫 大家都在努力工作 建设着吴东城的同时 也让民众渐渐接受女巫的存在 并且将她们视作同类 陛下允诺的那一天 温帝觉得已经触手可及 第0576章 王宫之内 晨曦辉光城 王宫庭园内 奥托 洛西和奥罗 托卡特两人偷偷摸摸 来到一处假山背后 当然 并不是完全的偷偷摸摸 至少在走进王宫区时 他们是当着守卫的面 光明正大地通过大门的 只要不去宫殿禁区 他们的行动 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所有亲卫都知道 洛西和托卡特家族 一直就是王室的忠实拥护者 而两人接管家族后 也会成为大王子的执掌大臣 喂 真的要这么做吗 奥托不由得有些紧张 如果说晨曦 知主常出没的陈光宝 算是禁区的话 那城堡里的寝宫 就算是禁区中的禁区了 而他们偏偏知道一条 从庭园前往寝宫的密道 这个狭窄的地底通道 应该是王宫数条逃生密道之一 小时候 就和安德丽亚 以及安佩因王子 一起探寻过 四人 还把他当作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偶尔会在里面举办一场小小的聚会 当然 那时候 他们才十岁左右 就算被摩亚陛下发现 也最多呵斥一番 但现在两人已经成眠 再私自潜入寝宫的话 陛下会怎么想 拜托 三家联合起来找出 安佩因变得陌生的理由 这不是你提议的吗 奥罗撇撇嘴 现在到了关键时候 你居然又想退缩了 我 奥托张了张嘴 一时语色 不过 我也真服你了 居然用安德利亚的近况 去套奎因大人的口风 如果不是看在你是他从小到大的玩伴 换作别的人 我想他老人家最想做的事 就是杀人灭口 奥罗边说着 边探头望了望 现在就是知道真相的最好时刻 你到底干不干 奥托犹豫片刻后 咬牙点了点头 因为奎因 伯爵透露出来的消息 实在让人惊讶 自从陛下病倒后 大王子就时常在宫中 接见一位炼金术士 而且还会把探王病情的人 请出王宫 听说 陛下每天能转醒一两个时辰 就是那人用特制药物 来压制病魔的功劳 安德利亚的父亲 作为御前首相 自然有进入寝宫 向陛下询问正事的机会 他曾见过那名炼金术士一眼 对方居然是一位年轻的女子 且全身都蒙在黑沙之下 只能看到 他暗淡无光的银灰色瞳孔 听完这番话的奥托 竟刹那间想到了教会 若是没有去徽宝一趟 他还不会往这方面联想 但见过罗兰 温布顿后 关于教会暗中培养纯洁者 并妄图颠覆四大王国政权 蓄积力量迎接末日之战的消息 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他最终还是没把这些情报 告诉给奎英伯爵 毕竟此事影响甚大 他必须确认自己的猜测正确后 才能做出下一步决定 从伯爵那里得知 炼金术士今天会出现 奥托立刻想到了这条儿时 经常出入的密道 既然没可能得到大王子的支持 他也只能以这种方式 来寻找真相了 见到他点头 奥罗立刻行动起来 拨开极其高的杂草 用匕首撬起 假扇背后一块 伪装成普通石块的盖板 袖几斑斑的铁栏杆 很快出现在两人面前 这道栅栏差不多一臂长宽 只能用钥匙从里面打开 不过这难不倒早有准备的两人 奥罗从腰包中掏出一个玻璃瓶 揭开盖子 将瓶中的黄褐色液体 浇在锁扣位置 一阵呛鼻的白眼 顿时腾起 被液体粘到的栏杆 发出滋滋声响 犹如丢入热锅中的黄油 这正是灰光成炼金大师 配置的化铁水 拳头大小的一瓶 就要十多枚金龙 只是过程并没有 像对方宣称的那样 可以眨眼间 将铁器化为一滩黑水 足足到晚两瓶 缩小了两圈的锁扣 才从栏杆上脱落 随即两人弯着腰爬入洞口 奥罗还不忘回身 将石板合上 爬了十来步后 通道稍微宽敞了些 以可工人站立行走 奥托熟练地 摸索到墙上悬挂的油灯 用火石点燃 微弱的光芒 照亮了石壁与拱起的天花板 离开这里十余年 力道依然保持在原来的样子 仿佛时光在此地停滞了一般 路过中途的休息室时 还能看到他们当年 为了聚会拖进来的软席和酒杯 随着道路来回弯曲着 向上爬升 奥托 洛西知道自己 已经进入了城光宝内 城堡的墙壁 是为密室和暗道而留设的 当两人抵达密道 尽头时 就等于来到了 寝宫卧室的壁炉背后 由于机关必须从寝宫里开启 所以他们 无法直接进入卧室 不过透过细小的活门缝隙 可以大致看到卧室中的景象 而且足够安静的话 还能听到房中人谈话的声音 奥托熄灭油灯 将眼睛凑到缝隙前 壁炉正对着一张大床 床上躺着的 便是晨曦之主 狄根摩哑陛下 而大王子安佩因 在床边来回渡步 神色显得有些焦急 两人对望一眼 心照不宣地点点头 小心翼翼靠在活门石板上 显然殿下正在等待 那名炼金术士前来 过了约半个时辰 房间里终于有了新的动静 他们立刻偏过头 眯一眼望去 只见两名女子走进了卧房 其中一人正是 奎英伯爵所说的黑纱 炼金师 另一人 大概是炼金师的助手 提着一个胯包 身穿红白相间的长袍和披风 有着一头漂亮的金色卷发 你们来迟了 安佩英不悦地说道 抱歉 金发女子俯兄道 路上出了点状况 耽误了不少时间 说那么多干什么 只要让她的父亲 醒过来就行了吧 黑纱人冷冰冰回了去 早一点晚一点 又有什么关系 不能这么说 我们还得依靠 王子殿下的帮助呢 他从垮包里 掏出一个绿色的瓷瓶 维持融洽的关系 对我们来说都有好处 不是吗 把药给我 安佩英上前 两步 却被黑纱人拦了下来 您忘记我们的约定了 这要得由我来为服才有效 而且作为交换条件 你必须满足缅下的要求 才行 缅下 奥托心神俱阵 只有在 称呼教皇时 才会用到这个境遇 对方真的是教会派来的人 他不禁咬紧了嘴唇 这么说来 眼前这两人 也根本不是什么炼金士 而是传说中的纯洁者 第0577章 无声的杀戮 我记得一个月前 已经告诉过您 尽快关闭所有 前往狼心王国的道路 为什么到现在 仍有不少难民入境 黑纱女子冷声道 就算是爬 您的骑士 也应该赶到边境了 你也知道 那里有许多难民 安佩英捏紧拳头 如果禁止他们越过边境线 大部分人都会饿死在路上 附近既没有城市 也没有可以提供 食物的地方 原路返回的话 至少需要一周 才能回到荒原镇 他们 那跟您有很多关系 对方不耐烦地打断道 他们既然抛弃了自己的王国 无论是饿死还是可死 都咎由自取 您最好把注意力 放到您的父亲身上 或者说 您想毁约 自己的王国 简直荒谬 傲托愤愤地想 正是你们发起的战争 才让这些人无处可去 提到毁约之事 安佩英明显犹豫起来 过了好一会才开口道 剩下的道路 会在一周内彻底关闭 这样总行了吧 但他们若是不走关道 而是通过野地和山岭穿越边境 我可管不着 当然 我们不会强迫您答应办不到的事情 黑纱女接过瓷瓶 喝了小口 然后走到床头弯下腰去 密道中的两人瞪大了眼睛 却看不到他在做什么 片刻之后 他才抬起头 这样就好了 再过半个时辰 他就会醒来 跟以往一样 必须要用嘴位要才行吗 必须是我才行 他耸耸肩 放心 只要您按约定来做 晨曦之主 就一定会痊愈 甚至比以前还要健康 下次我们再来时 就是等您彻底关闭边境之后了 金发女子微笑道 不要让免下失望 王子殿下 就在他们转身准备离开时 安佩英忽然问道 你们是女巫 对吧 嗯 两人停下了脚步 所谓必须有你喂药才有效 是因为女巫的魔力所致吗 他缓缓说 除此以外 我找不到其他解释 尽管教会里 竟有女巫存在这时 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 但你们所做的一切 都跟魔鬼行径没什么两样 你想说的 就是这个 出来吧 王子高喊道 这句话 把奥托和奥罗 吓了一大跳 却看到衣柜里和床底下 钻出几位身披轻甲的侍卫 一拥而上 将纯洁者团团围住 哦 金发女子吹了声口哨 令人敬佩的 鲁莽之举 而且毫无意义 黑纱摇头道 看来教会给您的印象 还不够深刻 别装模作样了 安佩英大吼 的确你们展示的神法武士 强大得不可思议 但他们现在并不在这里 王宫里的神识 要多少有多少 你觉得自己 还能逃得出去吗 等等 金发女子扎了扎嘴 我们路上遇到的女巫 难道是你安排的 那并非真正的女巫 不过是老鼠常用的把戏罢了 安佩英仿佛在宣泄 自己压抑已久的怒气般 吏声说道 能被一把魔火石引走 你们的能力 也不过如此 没有了神法武士保护 女巫 在神识面前和普通人 有什么分别 现在把药交出来 跪地求饶 还来得及 如果不想被砍断四肢 拔掉所有牙齿 做个人形药壶 现在就按我说的 做 淑女听到您这番话 一定会很生气的 他叹了口气 不但女巫是假的 还被一个毛头小子 嘲笑能力不行 下次最好不要让他见到您 不然您可能会吃足苦头 什么 王子被对方不以为然的态度 彻底惹目了 希望等下 你们在监牢里 还能这么嘴咽 卫兵 拿下他们 奥托将脸紧紧贴在石板上 希望能看到更多 但他很快便浑身僵硬 惊讶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冲上去的侍卫 还没碰到纯洁者 忽然全部掉转剑锋 切入了自己的颈驳 鲜血像暴雨般喷涌出 见得到处都是 侍卫们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 房间里顿时飘起了一股血腥气息 而安佩英则不停地颤抖 如同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事物 之前的气势和怒火 瞬间离他而去 不一会儿 裤子中间出现了尸痕 湿尽的尿液顺着双腿流下 不要太过火 金发女子耸肩道 我们暂时还需要他 一个小小的教训而已 黑沙打了个响指 大王子如梦初醒似的 一屁股坐在地上 哆哆嗦嗦地向后退去 别担心 您还活着 他讽刺道 但下一次 我就不保证了 喂 为什么 这里明明有 有神法之识 安佩英结结巴巴地说道 女巫怎么可能 因为我们是纯洁者 金发女子浅浅一笑 说真的 老老实实 按照约定来不好吗 您的父亲最终会安然无恙 陈夕王国也能再延续一段时间 等到教会拿下 辉宝 您还能成为我们的一员 即使王国到那时 但您依然可以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 您的子民 也能免受战争的痛苦 何必现在做这些 傻事 离开房间时 他还回头补充了句 对了 记得叫人把这里清理一下 您的父亲很快就会醒来 您也不想他一睁眼 便看到卧室里血迹斑斑的场面吧 奥托 感到背后已被冷汗尽尸 不惧怕神识的纯洁者 以及教会想要先攻占徽宝 再接管陈夕的打算 都让他心底声出阵阵寒意 教会早已把四大王国 都当成了口中的肥肉 这一点 跟罗兰陛下说的一模一样 当陈夕之主醒来时 鲜血沾染的地毯 都被布皮覆盖 房间里 只剩下安佩英一人 他端着温热的麦粥 一口口 喂着父亲 而后者似乎也忘记了自己的病情 有一句没一句的 聊着政务和家事 简直跟平日里 其乐融融的家庭场景 没什么两样 这诡异的一幕 让奥托连大气都不敢喘 一直等到傍晚 两人才从密道里离开 我们该怎么办 连平时一向 镇定的奥罗 也面露惊惧之色 把这一切 告诉奎英伯爵 还有我们的父亲 他咬牙道 这已经不是你我能解决的问题了 可你也看到了 纯洁者连神识都不放在眼里 三家就算知晓了真相 又有什么用 我知道有人能对付他们 奥托望向自己的朋友 一字一句地说道 去找辉宝大使 把我们听到的消息 传递给罗兰 温布顿陛下 第0578章 关乎存亡的情报 晨曦之主久久没有康复 王子殿下 似乎也将他抛在脑后 但贵族们并没有忽略他 这位来自邻国的大使 出席奢华的宴会 和丹尼斯寻欢作乐 甚至在他的介绍下 出入一些需要引荐的 高档会所和妓院 品尝这个王国都城的富足 与独特韵味 这些都是 在挥宝 享受不到的待遇 只因为 他身上挂着的 温布顿王室大使头衔 虽说大使相当于伯爵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他比伯爵还要好用 毕竟后者只能在 自己的封地里 为所欲为 而前者却能在 其他王国里 享受到上层 贵族的领域 他深刻认识到了 地位带来的好处 另外 陛下清点的侍卫希尔 福克斯也是个神奇的人物 无论他和谁打上交道 对方总会在 两三天后的夜晚 潜入卧房 将那人的身份 地位 以及利害 跟他唠叨一番 如果是大人物 连喜好都可以摸索清楚 有了希尔的协助 约扣在混迹贵族圈时 更显得如鱼得水 而且在对方的安排下 购买奴隶仪式 也有了长足进展 约扣将丹尼斯弄得 舒舒服服后 在耳边一说 女商人立刻就同意了 她的建议 利用现有的商队 开辟一条救赎奴隶之路 从其他奴隶贩子手中 购买下温布顿陛下 所需的难民 然后运送到辉宝 前提条件是 必须给予奴隶自由民的身份 而不是 将他们视作货物 再进行转卖 当然 商人不愧是商人 即使在农情四亿之际 也不忘记谈好价钱 他可以不收取购买差价 但运送费是不能省的 人手 火石 车马等开销加起来 再算上利润 最后得出运送一人 收取十枚银狼的价格 得到希尔嘱托的他 自然一口应下 并拍着胸脯说 哪怕再贵 也不能让这些深具天赋之人 沦落到奴隶的境地 此番表态 无疑加上了丹尼斯的好感 两人又回到床上热情 翻滚了好一阵 之后 约扣把希尔派过去 具体协商此事 他就可以不用 再管这些琐碎的商务了 听说昨天首批购买的 二十五名奴隶 已经跟随商队上路 这么算下来 他还能获得陛下允诺的 一百二十五枚银狼 额外奖励 躺在床上就能收钱 还有比这更好的职位吗 大使真是太棒了 就在约扣琢磨着 今天该去哪里晃有事 一名仆从敲门走了进来 阁下 洛西家族的长子奥托大人 想要见您 奥托 洛西 他对这个姓氏并不陌生 晨曦王都的三大家族之一 全是仅次于摩押王室 丹尼斯还特别警告过他 勾搭哪家的女性都好 不要去找三大家族 特别是奎英家的人 否则大使身份也保护不了他 不过约扣现在肯定不用担心这个 他对这类问题 一向十分谨慎 对方来此的目的 应该是邀请自己参加宴会的 吧 请他进来 一名年轻的男子 走进书房 先是左顾右盼了一番 接着主动把窗户都关上 才坐到椅子上 他的神色有些焦虑 双眼发黑 显然昨夜熬到很晚 几乎没怎么睡觉 对于这种掏空身子享乐的行为 约扣是不怎么赞成的 在他看来 有节制的欢愉 能让男女双方心情开朗 身体健康 是一种有益的行为 而彻夜消耗精力 只是在透支身体的潜能 安佩英王子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连脸色都苍白无比 这样下去 恐怕到三十岁 就无力寻欢了 不过对方许久没有 开口 也让他觉得颇感奇怪 这并不符合理解 大家族的人 应该不至于如此无理 等了一会儿 约扣只好主动开口道 你就是奥托 洛西大人吧 不知 你能联系上罗兰 温布顿陛下 对吗 对方忽然打断道 我有一件重要的情报 要告诉他 呃 约扣愣了愣 情报 都写在里面了 奥托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请一定要把信件 交给你们的国王 这个情报 关系到徽宝王国的存亡 约扣 吸了口凉气 关系到徽宝存亡 这话 未明也太夸张了吧 直到对方目光 灼灼地盯着他 他才回过神来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会转交给陛下的 务必 请紧快送道 反复叮嘱一番后 奥托才起身离开 看他心急如焚的 模样 竟不像是在撒谎 约扣赶紧把十枚金龙 收入怀中 信却不想碰了 在他看来 这玩意烫手的厉害 还是先问问 希尔该怎么处理好了 等希尔 福克斯悄无声息地 走进卧室 他将白天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 讲述了一遍 后者沉阴片刻 不知从哪里抽出 把小刀 干净利落地 挑开了那封信件 喂 你想要做什么 约扣大惊道 撕拆陛下的信 可是重罪 嘘 希尔做了个 禁声的手势 如果里面的情报 真如他所说的那么重要 我们就自然不能用 常规的手段 寄信 派人从曙光城 感到稀静 少说 也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路上还容易出现状况 太不安全 那跟你拆信有什么关系 你还记得 我一直养着的 那几只灰笋吧 他们就是最快捷的信使 只需两三天 就能从此地 飞到曙光城 希尔解释道 在那里更换信使后 一周之内 即可把信送到 陛下手中 但他们没办法 携带这么大的信封飞行 所以我得看完内容后 再用密信的方式 重写一遍 灰笋也能送信 不是信哥 约扣诧一道 我还以为你养着 他们是用来打猎的呢 他们比信哥聪明多了 希尔展开信封 很快神色 便凝重起来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信上写了什么 你真想知道 他回过头 还是算了 约扣咳嗽两声 我更想每天都能睡个好觉 明智的选择 希尔赞同道 不光如此 奥托 洛西来找过你的事 最好别向任何人提起 以后王宫中举办的宴席 也都暂时推辞掉 比较好 他顿了顿 罗兰收到了北京公爵卡尔文 康德的来信 随信寄来的 还有一纸案有手印的契约书 上面明确无误地表示了 北京的效忠之意 而信中的内容 就要琐碎一些 首先是询问罗兰何时举行 登基大典 他好准备启程祝贺 这也是美借国王加冕时的惯例 其次是对新政策的疑问 例如 如何执行 贵族剩余的权力 继承事宜和市政厅的管理范围 这些都算是 意料之中的内容 令罗兰意外的是 最后一点 公爵在信末尾 向自己提出了联姻请求 整整一页纸上 都夸赞了女儿伊蒂斯的美丽和才华 称其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事 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 是最好的王后人选 这番话 看得罗兰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在笑什么 躺一方向传来夜莺的声音 一个有趣的 父亲 他将信纸挑起 你看看这个 夜莺脱离迷雾 接过信纸 看了几眼后 皱起了眉头 你不会答应他吧 当然不会 来维护王位稳定 而且看信上说得这么厉害 我都不敢把他放进城堡里来 要不然谁是国王还不知道呢 听起来像是真话 夜莺明显松了口气 喂 你就这么信不过我吗 不是相信的问题 你知道女巫没办法 他顿了顿 觉醒后 我们就不能再算是完整的女人了 我并没有这么觉得 罗兰摇头道 不能声誉的缺点 会随着文明的进展 一点点消去 而魔力带来的容貌 身体素质 不可思议的能力 将变得越发重要 只要人类还能延续 他们诞生于人类内部 也没有特定方法刺激觉醒 这才让两者融合有了一份契机 就在他打算用一段长篇大论 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时 一只飞行信使 从敞开的窗户中飞进室内 扑腾两下翅膀落在办公桌上 他的爪子上 绑着一圈黄色的布条 这代表着秘性来自旧王都 罗兰把花又吞了回去 从抽屉里摸出一条鱼竿 丢给摇头讨上的灰损 随后解下布条 从中抽出折好的油纸 由于秘性尺寸有限 所以上面的内容通常十分简洁 而这封信第一句话 就让他大吃一惊 陈希王公已被纯洁者渗入 其能力可以无视神伐之事施展 免疫神是影响的女巫 据他所知 只有强化身体的超凡者 能做到这一点 除此之外 就是被称为斩魔者的高阶魔鬼了 罗兰继续向下描去 却发现消息一条比一条惊人 大王子安佩英试图反抗 侍卫在纯洁者的控制下 举荐自尽 教会的目的是为了稳住陈希 好集中力量优先进攻辉宝 目睹这一切的是 奥托 洛西和奥罗 托卡特 三大家族 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 吉南进收复计划 要做出大幅调整了 三天后 罗兰在城堡会客厅 召开了一场战略讨论会议 出席者有市政厅总管巴罗夫 第一军指挥官铁府 首席骑士卡特 长歌执政官裴罗 女巫联盟代表 温帝与爱个沙 沉睡岛女巫代表希尔维 以及北地珍珠 伊蒂斯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罗兰将密信的内容 大致讲述了一遍 这些内容 我们无法验证 但如果信上的一切 都是真的 辉宝 无疑将迎来神异之战前的 最大挑战 出于稳妥考虑 吉南进的作战安排 只能暂时终止 他望向铁府 没有问题吧 作为春季公事的首要功臣 铁府 按照预定计划 迅速拿下了柳叶镇 和坠龙岭 使得吴东城 与南进连接的门户城镇 落在罗兰手中 他原本打算再接再厉 在秋天到来之前 完成开疆阔土的伟业 将煞民的领地 也纳入亡国版图 其中 作为两族兼细带的关键人物 就是回音和铁府 两人身为墨金族人 在种族冲突时 能起到缓冲作用 而铁府也十分渴望 能回到铁沙城报 当年的陷海之仇 因此 让他率军占领 吉南进 亦是对他最好的奖励 现在终止作战计划 他或许会感到失望 是 陛下 然而铁府的神情 毫无变化 回答的也十分果断 另外 我建议 将驻守在坠龙岭的第一军 更换成刚训练完的新兵 他们应付那些贵族 毫无问题 第一军也能集中起最大力量 来阻挡教会 就这么做吧 罗兰赞许 地点点头 起身走到背后的大地图前 如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有两个 一是不知道敌人何时进攻 二是不知道 他们会从哪里进攻 原本教会入侵挥宝的路 只有一条 就是从北地的寒风岭 直下王都 但现在陈西王国受到教会胁迫 因此 审判军从陈西边境攻入挥宝 也成为可能 你们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吗 不管他们从哪里出现 首先要经过的就是 王国北境 巴罗夫 首先发言道 寒风岭 幽谷镇 永夜城和断崖城 都是卡尔文公爵的地盘 我建议让伊蒂斯小姐 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的父亲 然后带在北地监视敌人 这样才比较稳妥 不过 陛下 他搓了搓手 我们能挡住教会吧 这句陋窃的问话 遭到了众人的一掷白眼 伊蒂斯更是毫不客气地说道 如果陛下说挡不住 你是不是就打算向教会 摇尾起怜 请求他们的宽恕了 你胡说些什么 我身为市政厅总管 至 至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不再理会巴罗夫 望向罗兰道 陛下 派人监视各条道路 的确是必要之举 但并不意味 那是一个好方法 他反应迟缓 发现敌人时 也意味着敌人已经开始行动 很难为您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 你有更好的方法吗 当然 伊蒂斯信心十足地回道 把人派到赫尔梅斯去 教会的圣城 卡特皱眉 那有什么用处 难不成教皇决定出兵 还会通知你吗 而且那里的人民 全是信徒和狂热分子 探子很难混入其中 培罗补充道 不用进入圣城 他笑了笑 只要找附近的商人 好好攀谈 一番就行 第0580章 拔牙行动 你继续说 罗兰不由地生起了兴致 赫尔梅斯的地形 十分独特 绝境山脉 在这里留下了一道缓坡 下方是旧圣城 而新圣城便建立在高原之上 那里的环境十分恶劣 除了可以利用天险抵御协兽外 并不适合居住 更别提肯荒种地了 因此 新圣城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 全部需要旧圣城提供 但后者拥有的土地 仅够养活山下的两万多人 伊蒂斯走到罗兰身边 指着地图说道 这就意味着 他们需要从外地收集粮食 例如附近城市的教堂和教会组织 大多都会买下一块土地 或是向领主租借卖田来耕种 每到秋天时 从四大王国驶来的马车 每天都有好几十辆 为的就是给高原上的新圣城补充物资 到现在 就圣城外 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集市的小镇 既可以供车队休息 也方便教会维持入城秩序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决定向外大规模派遣审判军 绝对逃不开这些伤人的眼睛 哪怕军队尚未正式行动 我们也能通过物资运送的规模的变化 来推算对方出动的时机 他说话时 很像是后世的演讲 眼睛会一次扫过在场的人 确认他们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所展现出的自信 很少会出现在这个时代的女子身上 罗兰暗想 看来卡尔文 康德的信力 也不完全是吹嘘 至少就这份神态而言 已经足以配得上北地珍珠的称号 你为什么知道得如此清楚 巴罗夫抖着胡子道 就好像是从圣城里出来的一样 我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伊蒂斯毫不忌讳地回到 因为协约公约 那是什么 罗兰疑惑地问 他脑中对这个名词有一点印象 却又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内容 您居然不知道 他眨了眨眼睛 为了协助教会对抗协约之灾 四大王国都需要派出军队 支援赫尔梅斯圣城 与审判军共同作战 您的哥哥哥哥龙 温布顿就是挥宝边境军的统帅 我也曾在他手下战斗过 不过上一年好像出了点变故 四大王国的联军听说死伤殆尽 教会的审判军同样损失惨重 是有这么回事 裴罗复赫道 我的朋友雷恩 梅德就是在那里完成了他的骑士考验 每个骑士都得和携兽对抗才能受风吗 罗兰望向卡特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嗨嗨 这是小地方的骑士常爱用的手段 卡特摊手道 王都骑士团有自己的规矩 而且除了勇武外 忠诚与学识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 不是光和凶猛的怪物 打上一场就能证明的 对了 陛下 伊蒂斯没有去反驳卡特的话 而是转身望向罗兰 能让我观摩下您的军队是如何作战的吗 我一直很好奇 您是如何在一天之内攻克王兜的 如果可以了解第一军的战斗方式 或许在之后的战争中 我能帮得上忙 这倒不算个大问题 现在第一军的武器装备 你不是看上两眼就能模仿的了 随着技术进步 战争越来越花钱的特点 也逐渐体现出来 没有一个完备的后勤供应体系 和工业生产保障 就算给对方一批火枪也用不起来 而且对北地效忠者展示武力 既能提高对方的信心 又能威慑他们不该有的心思 想到这儿 罗兰朝铁福点头道 你去安排吧 是 陛下 我建议你以国王的名义 向辉宝每一座城镇 发出驱逐教会的律令 巴罗夫不敢落于伊蒂斯之后 否则一旦开战 教堂便会成为他们步步吞噬王国的据点 乐意这么干的领主恐怕不多 教堂一般都是税收大户 教会表现出来的力量又令人忌惮 他们更倾向于剑锋使舵 伊蒂斯耸耸肩 这也是贵族们一贯的行径 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要好 总管瞪眼道 当然 他不以为然的倾效 北地会全力支持这道律令 那就这么办吧 罗兰点点头 这有可能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希尔维面色看起来颇为担忧 您最好通知提利大人 沉睡岛的女巫 说不定能帮上你的忙 听到她的话 罗兰内心不禁苦笑 沉睡岛的问题 一点也不比自己少 血压会的情报送出后 至今还没有听到对方的回复 如果内部矛盾未解决 提利带着手下十元的话 沉睡岛可能会出大问题 不过希尔维说的也有道理 对付能力诡异的纯洁者 最有效的应对手段 还是女巫本身 我会写信给她的 别忘了给你手下的凡人们 准备好神法之时 艾格莎跟着发言道 在联合会的数百年间 也出现过一些 能力匪夷所思的女巫 没有佩戴神识的凡人 在他们面前毫无抵抗能力 一个这样的女巫 就足以夺走数千人的性命 火枪和大炮也不行 先不说像夜莺这样的女巫 靠近你的军队 易如反掌 有一些能力 甚至在你看到对方时 就已经生效了 罗兰一时哑然 第一军算上 预备部队已经有五千人 她去哪里弄这么多神法之时过来 即使靠女巫的血来分解 神识矿脉 恐怕短时间内 也凑不出足够的数量 陛下 这笔神识就像教会讨要吧 铁府提议道 如果只是打击教堂和信徒 对城市平民的影响不大 贵族也不敢公然和您对抗 这样一来 既可以实现巴罗夫大人的建议 又能免费凑到大量神识 巴罗夫嘴角抽了抽 你是说出动第一军打劫 是拔出敌人的据点 就像掰断毒蛇的毒牙一般 她纠正道 而且伊蒂斯小姐 也能直截了当地 看到第一军的战斗方式 比起演练 这样的战斗更能说明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 伊蒂斯笑道 倒是一举多的 罗兰最后拍板道 那么就把它叫做拔牙行动吧